川�和 Suме 说一说村里的 我说Mr.Dopp、櫻花、花花 有间公司SDX Square and Kiki 它volley 땅泼入破产 但很厲害就是川上龍的一個公司成立 因為凱凱凱凱凱是在美國那邊 因為川上龍也去過美國那邊開展覽會 很多美國人都很欣賞川上龍那種很大膽 那種新現代的藝術 還有他們有一種叫pop art 什麼叫pop art呢 其實是Andy Warhol那種叫pop art 其實是一些很大膽的顏色 比較簡單些 是去畫一些社會的一些可以是商品 或者是一些比較常見到的物件 而Mr.Dog剛才我說 他有一些獠牙 那隻玻璃眼 其實初初畫出來的話 那些公仔都是很可愛的 比較好卡通 很多小朋友都喜歡的 但慢慢演化了 他就會衍生了一些比較怪 比較荒誕的一面 而他這麼特別的這些公仔 他就被當時LV的藝術總監 Mark Jacob 就是欣賞得到 這個故事是怎樣發生呢 就是他有一天 他就跟川上龍的助手打電話給他 他就這樣說 川上龍你會不會有興趣和LV合作 一句說話就開始 就引伸到我記得我以前 都曾經很瘋狂喜歡LV手袋 不知道可能女士還有很多記憶 當年其實川上龍的作品 在LV的手袋全部都呈現 譬如有櫻花 有類似老鼠 Mr. Dog 還有很多很 很色彩的手袋出現 其實他是把LV帶上另一個高峰 當時有很多女士都很喜歡 而在這個微笑的花花當中 其實川上龍是想帶出一個訊息 就是說其實人生很多事情都未必開心 但其實即使是世界上充滿著痛苦 但依然要用微笑去面對 那就是他那個微笑花花想帶出來給很多人的意思 那個花花其實都 你會看到是很色彩、很青春 但也代表著他自己是一些孤獨 甚至乎一些自戀的感覺 就是講他寬笑背面的那種沉鬱